真正聪明的女人,后半生不拼男人,而是拼着几样东西,俗话说,靠人者自困,靠己者自度。 人在年少时,都想依赖强者,年长后却发现,靠得住的只有自己,依靠别人得来的东西,终将付出代价,依靠自己获取的幸福,才更有安全感。 行走于人世间,靠人不如靠己,只有独自扛过所有的至暗时刻,熬过命运的重锤与暴击,才能修炼出更强大的自己,聪明的女人,懂得为自己的人生买单。 后半生不拼男人,而是拼着几样东西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健康的身体,富贵荣华,皆是身外之物,平安健康,才是利命根本。 女人的后半生,首先拼的是健康,没有了健康,就等于没有了一切。 尤其是女人到了中年,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开始下降,身体素质和体力不比从前,一定要懂得好好照顾自己,定期做体检,趁早发现问题,将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。 不要等到身体抱养了,才体会到健康的可贵,平时要注意饮食,多喝水,多吃新鲜的蔬果,帮助排出体内积累的毒素,不要再肆意地熬夜,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。 保证充足的睡眠,是保证健康的基础,除此之外,也要多做做运动,加强锻炼,爬山,跑步,瑜伽,寻找一两个适合自己的运动,并坚持下去,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是好好生活的底气,也是幸福生活的源泉。 唯有如此,你才会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,让后半生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。 坦然平和的心态,了不起的女子一书讲述了奥黛丽,贺本的故事,贺本出身于比利时的贵族家庭,自小喜欢舞蹈,曾梦想成为芭蕾舞首席演员,可是,这一切在他十岁那年发生了改变。 二战爆发后,家园被毁,他和母亲藏在废弃的破房子中,才得以死里逃生,母女俩一度只能住在地下室,每天靠吃青草和郁金香重求冲击,虽然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,但贺本依然搭好舞蹈架,坚持练习舞蹈,他用平和的心态,直面艰难困苦的日子,用每天的坚持,支撑起自己的梦想与热爱。 可是,战争结束后,他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打败,老师告知贺本,他已经错过学习芭蕾舞的年龄,并且体型不佳,以后无法立足芭蕾舞界,然而被现实打击的贺本。 并未因此违米不振,反而很快做出了调整,在老师的建议下,他接触了表演,后来凭借罗马假日一举成名,并且在工作中认识了梅尔、费勒,两人很快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只是,婚后贺本的温柔与委屈求全,换来的不是费勒的体贴,而是他的控制与背叛,所欲非人,让贺本有过两段婚姻。 53岁那年,他平静地将最后一段婚姻画上了句号,从此,他奔走于世界各地,他将所有的爱,给予那些深陷困境的孩子们将人生过得多姿多彩,意义非凡,坦然平和的好心态。 让他跨越生活的勾坎,熬过命运的磨难,正如卡奈基在《人性的弱点》中所说,获得心理平和的方法是改变人的想法,你应努力培养舒畅自然的心态。 命运不会后代谁,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中的不如意,会遭遇命运的一次次摧残,但用坦然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,自然会迎来人生中的转机,人生的旅程有去无回,好的坏的全是风景。 内心淡定与从容的人,更能享受曼妙的一生,赚钱的能力。 作家李爱玲曾说,什么样的女人最有魅力? 既能貌美如花,也能赚钱养家,三十岁以后你就会明白,其实,没有别人给得了你想要的安全感。 一个女人,一定要有自己把日子过好的能力,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,这很重要,都挺好理的苏茗玉,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,从小不受重视,鸡腿要留给哥哥,大学只能选免费的师范,她初中开始打工,大学就开始离开原生家庭,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,努力的人终将过上与努力相匹配的生活。 明玉在三十岁的时候实现了她的人生逆袭,在城里拥有豪车豪宅,还有了一份谁也无法替代的事业,在面临家人的问题时,她选择用钱来解决,苏大强没人照顾,明玉出钱解决,大哥在国外丢掉了工作,明玉托人帮忙解决,二嫂急需用钱后,她也二话不说,直接拿出二十万,她可以这样轻松地解决问题,背后是她赚钱能力给的底气。 反观,欢乐送中樊胜美,与明玉有着相似的原生家庭,但选她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,她选择靠男人,一门心思想要掉个金龟婿,却从来没想过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。 三十几岁依然在公司摸鱼,面对家庭的难题,她也无力解决,反倒是将自己也拖入了困境,很多女人一生不幸福,很大的原因是手里没钱,没有让自己值钱的能力。 有句话说,经济独立是女人最美丽的盔甲。 女人,想要活得优雅体面,要保持自己赚钱的能力,喜欢的东西自己买,不喜欢的人果断离开。 女人会赚钱,不为大富大贵,只为往后余生有说不的资本。 女人,脱离了物质的束缚,才能更好地做自己独立的姿态,女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,都不应该为了别人丢失自我,无论你有多爱一个人,都不要太过依赖她。 寄生于感情至上,每个人都要学会成长,再好的感情,再好的婚姻,都要保持彼此精神独立,才能走向日久天长。 一个女人,要想活得精彩体面,踏实自在,就要学会独立,无论是对自己,对工作,还是对感情,靠自己的本事争取,才能安心拥有你想要的一切,内心会更有底气,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或是让自己劳心费神,在深夜辗转痛哭,学会独立,就算对方执意要离开,你也不会让自己处于消极被动的局面。 这世上,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,即使难过也要在下一秒擦干眼泪,绽放出自信而强大的笑容,以独立优雅的姿态面对一切,坚持自己最本真的东西,永远不放弃学习和提升自己,努力工作,衣着得体,不因为别人而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。 这样的你,不会因为时光的消磨而变得暗淡,相反,会随着岁月的沉淀,愈发会有一种独特的魅力,关爱自己的底气,知乎上有个问题,到底是该爱自己多一点,还是爱别人多一点? 有个高赞回答,先学会爱自己,再爱别人。不懂爱自己的人,很容易迷失方向。 就如毕书敏在《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二》中所说,等着别人来爱你,不如自己努力爱自己。 爱自己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智慧,1927年,18岁的孟小冬,嫁给了33岁的梅兰芳,她以为自己如愿嫁给了所爱之人,不料却并非梅家承认的梅夫人。 原来,他们所住的家,只是梅兰芳在外住的爱巢,梅兰芳半个月之久才来见她一次,在她要求留下,陪我时也是决然离开。 不被认可的孟小冬,没能踏进梅家的大门,也没能得到丈夫的真爱。 觉醒后的她,开始审视这段婚姻,她最终明白,讨好丈夫,不如取悦自己,不遗余力地爱自己,才能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此后,她待发修行,心境圆满后出山,登报声明与梅兰芳断绝关系,她用自己的刻苦与努力攀上了一个个高峰,每次到达顶峰后,她总是重新出发,再次拜师学艺。 她31岁时,拜于书颜为师,让自己的事业再次走向辉煌,让东皇之名唱响大江南北。 43岁那年,她嫁给了杜月生,成为杜家第五房仪态,此次她虽非正妻,却被叱咤风云的杜月生视若珍宝。 腾爱有加,孟小冬的一生,有过婚姻的不幸和痛苦,但也有过人生的拼搏与对梦想的坚守。 她用自身经历告诉我们,真爱自己是此生最重要的课题,有人说,谋爱前先谋生,爱人前先爱己。 一个女人,别为了取悦他人而委屈了自己,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,将自己放在第一位,才能在迷茫的生活中找到幸福的方向,豁达得心胸。 常言道,海纳百川,有荣乃大,碧里千任,无语则刚。 聪明的女人,懂得不为鸡毛蒜皮去计较。 也从不为所遂小事而烦恼,让自己心胸豁达,那年花好月正元里的周盈,凭借着自己的格局,让吴家东山再起。 王世军,原本是吴家的一个学徒,周盈在丈夫去世后,受吴家三审的胁迫,无限周盈跟自己有染,害得他被沉堂,差点死掉。 但当周盈得知,王世军是因为他母亲性命受到了威胁,迫不得已才这么做。 他选择了原谅王世军,并把他留在了身边,周盈的豁达,让他得到了最宝贵的人心。 后来王世军成了他生意场上最得力的助手,周盈不仅对自己的伙计豁达。 对仇人也一样拿得起放得下,吴家三审设计害死了他的丈夫,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,但留下了无辜的儿子。 周盈并没有因为三审的所作所为,而迁怒于他的孩子,他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做生意,教他经商之道,并把最赚钱的羊部生意交给他打理,整个吴家都被他的这份大度所感动。 对仇人之子尚且如此,更别说对肝胆相照的兄弟周盈的这份豁达,将整个吴家上上下下凝聚在一起,也让生意场上的伙伴对他产生了敬畏,在他的带领,整个吴家东山再起。 成了当地的首富,聪明的女人,身边的人,真诚去善待,想要的东西,就努力去争取。 杨将先生曾说,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,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,你都有快乐起来的能力。 女人的豁达,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,也是一种美好人生的极致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大道无形。